刚才被吓到 我以为我出不来 见到街机的慈忌志工 朱彩和情绪激动 忍不住落泪 很想见到上面 所以说很怕 我住不了 家住菲律宾纳卯山上 得开车五个小时才能搭机 飞到首都马尼拉 又发生一段插曲 到马尼拉的时候 没有我的飞机票 几斤折腾才上飞机 好不容易抵达台湾 签证又出问题 还好他穿了这套衣服 他说你是到台中 那个金氏堂去学习的吗 我说对啊 他说那个慈忌在台湾很出名 我说在菲律宾也很出名 因为我说慈忌救很多人 我很感恩我穿了慈忌的衣服 这是朱彩和第一次来台 十多年前 他从大陆福建移居菲律宾纳卯 直到2017年 他第一次听到慈忌 参加访式关怀 大米发放 这些以前不曾参与的慈善活动 开启了眼界 他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多 这是我自己要来做的 我自己想做的 我就要来学了 也好像回到家里面 多学一点东西 然后再回到我们 我现在的地方去 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做啊 朱彩和找到人生方向 成为慈忌在菲律宾纳卯的种子 期盼带动更多人 一同行善 大爱新闻中部 综合报导 这回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欧